大家好,我是康康 这是去年6月份发布的原生收获椅换巢搬家的视频 时间过去了10个月 这群收获椅有什么变化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新乙巢的侧面 另外一个侧面 这是乙巢的正面 蚂蚁们的活动区 他们捕食活动就在这个区域 顶部的盖子可以打开进行投喂 这是蚂蚁们的巢区 这是一个市管巢 巢区连着活动区 我们从乙巢的侧面看 结构会比较清楚 康康取下活动区的盖子 展示一下活动区 蚂蚁们会在活动区捕食 也会在活动区扔垃圾 不是康康懒 是这个活动区真的没法收拾 蚂蚁数量太多了 我们跟着镜头 慢慢靠近看一下 放大之后 我们会看到 这个区域里边有种子 有昆虫的尸体 有蚂蚁的尸体 有活动的蚂蚁 等等等等 对了 那白色的东西是蚂蚁们做的面包 右边是康康给蚂蚁们喂的种子 它们还没有来得及搬回巢区 收获蚁们可以把种子做成面包 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 是潮区和活动区的连接处 蚂蚁们通过这个地方 往返于潮区和活动区之间 这是蚂蚁们的潮区 目前装了五根使馆 最顶部的是给蚂蚁们补水的 这是一根棉花的毒水使馆 蚂蚁们可以通过棉花喝到水 下面四根使馆是供蚂蚁们居住的 康康担心密集恐惧 所以细节我们就不做拍摄了 时间过去了十个月 和开局的视频相比 原生收获蚁们发生了巨大变化 规模也从最初的几十只 发展到现在的上千只的中等群落 这群收获蚁有四只以后 康康非常期待他们的未来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